新冠状病毒的影响让许多实体店家不得不进行数位转型 发展线上销售的管道 其中直播销售也是重要的解决方案之一 中国对于直播销售已经相当熟练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靠着直播带货 在四小时内卖出新台币超过40亿元的家电 锤子手机创办人罗永浩直播首秀也在三小时内卖破亿元 虽然台湾还没有同样的狂潮 但在疫情期间直播销售的热潮逐渐升温 这是肯定的 成立于2015年专注于数位广告的 Cool Data旗下拥有产品 Easy Life直播拍卖 透过留言加一购买就能快速成立订单 对比去年迎来了10倍成长的加一购买交易数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每日商业 交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仅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和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 欢迎大家点进我们的资讯栏链接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7月16号 由成军毅所撰写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官网的文章 从Kudeta提供的数据 能发现直播销售在台湾的成长 Kudeta的直播产品Easy Life在2019年推出后 第一季平均每场的直播长度为68分钟 到了2020年第一季已经成长至55% 平均直播长度为106分钟 2020年前半年已经累积的加一购买量 已经达50万次 是去年同期的10倍 预计今年有望创造破亿的GMV 虽然目前疫情稍稍趋缓 直播下单趋势却未见疲弱 反而越来越多品牌投入资源于直播销售 Kudeta的营运长孟义琪表示 即使疫情趋缓 第二季直播用户开播的比例相较第一季也成长28% 许多过去未曾尝试直播的品牌也都相继开播 像是国际知名品牌巴黎莱雅旗下品牌Lanco 在疫情后决定首次尝试直播销售 透过网红加上品牌桂姐 一小时内就达成百万销售 制造公司3M也投身直播销售旗下过滤器产品 也于30分钟内销售一空 而协助许多企业进行直播销售 Kudeta也看到台湾企业转型的挣扎 许多企业开播仅用临场反应在销售 并没有进行完整的事前规划与行前配套 而为了更进一步抓住直播销售的商机 Kudeta成立了KuShopping Cooler Go直播节目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于今年5月成立的Cooler Go直播节目 可以说是真正的因疫情而生 为的就是解决企业缺乏直播经验或不熟悉数位工具的问题 Kudeta的团队认为 直播销售并不是单纯的开播即可 还需要有完整的规划和广告投放才能带动销售 他们也发现有许多的企业客户买了Easy Live的方案 却迟迟没有开播 或是产品根本没有粉丝团作为渠道开播 又或者完全没有直播的经验 因此Kudeta邀请这些台湾品牌 带着产品到Kudeta办公室内的摄影棚 透过KuShopping Cooler Go的粉丝团开播 Kudeta甚至会替企业找来有经验的直播好手 协助担任销售者 并协助规划行销与广告投放 等同于企业只需要有产品 其他的事物就由Kudeta解决 过去合作的品牌包含精致手工皮鞋的零果良品 麦芽器泡影和鱼麦酒 专销玉盒包的悠游数据等 其中悠游数据贩卖的玉盒包 更创下6小时卖完的记录 除了Kudeta之外 台湾还有许多直播销售的解决方案提供者 如iColor 创意点子 一期直播旗下的HandUp 举手购物等 虽然目前看来许多台湾企业 仍处于尝试的阶段 但仍相当值得观察消费者 是否会发生购买行为上的转移 以及风口上的玩家们 不论是企业或是直播服务提供者 如何紧抓着时代趋势做出反应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 商业 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接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